国盟主席丹斯林梅游丁日前在普莱选区举行的国盟政治讲座会上 声称投票给普莱国席西蒙候选人朱海战是违反教义的 是哈喇的行为 首相兼西蒙主席纳都斯里安华则表示 反对党在普莱国席补选竞选期发表投票给西蒙是违反教义 是必须被伊斯兰裁决的过激言论应该停止 安华说投票给别人就是违反教义 这是什么 梅游丁你是谁 我想问他们忙着阻止西蒙 阻止西蒙候选人舒海战获胜是要做什么 安华出行反对党停止发表这样胡闹的言论 此外安华也坦言 包含民主行动党在内的团结政府 迄今依然受到许多质疑和怒骂 他说明公正党和行动党合作 是因为行动党同意打击贪腐和掠夺文化 若行动党反对伊斯兰教和宪法 他也会反对行动党 若行动党拒绝或反对宪法 他也将和行动党对抗到底 目前最重要的是和行动党并行打击贪腐文化 至于国盟说自己是个愚蠢的首相 安华选择不反击 安华说你们可以不喜欢我 没有关系 但我相信人民不是愚蠢的 在国家发展政策上 我们提出昌明经济的概念 而这不是我个人 也是西蒙国政所有人的功劳 为什么他们现在才来阻止我 我为了当这个首相等了25年 现在终于有机会为全国人民工作 他相信团结政府在未来4年内 依然会稳固 不会受到干扰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